拉布拉多一般在半年左右进入生长快速的阶段 首先是增加升长和升高 待到狗架基本定型以后 再逐步增加胸部和背部的肌肉量 在快速生长期的拉布拉多比较调皮和爱玩耍 活动量比较大 主人可以适当的增加六股的时间和次数 一方面户外的环境和充足的阳光有助于骨骼的发育 另外一方面也失调的运动有利于满上的睡眠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他与主人形成亲密关系 快速学习各种指令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一个关键时期 主人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时间和光怀 好习惯一旦养成后面会节约很多的精力和成本 另外在快速的生长期 主人一定要及时的给他补充各种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 维持拉布拉多生长发育所需要的一个全面的营养能量需求 提供保短极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